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都不要啦 走路又不方便 要吃的東西又吃不習慣 一歲以前我們幾乎都在家裡吃 剛剛也有講到就是 有時候娃娃車連進去都不行 甚至一進去那個店員就 對啊 所以我要出門 我就 這就是一個很困難店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其實我們有看過許多案例 就是在我們店裡的顧客 這個在進來的時候遇到很多不便 那當然我們會請這個員工去協助顧客 但希望在設備上可以讓顧客他自己能夠方便的去進來用餐 桌跟桌之間的間距 稍微再拉開一點點 或者是說有上下階梯的部分 要多一個斜坡 要多補助他們容易上下 在保護公司這個店我們會盡量去做到讓大家更方便的來消費服務 但是在路邊店的部分我們也正在努力 這個還套緊 這個有點汗 這個有點... 這個有點... 格子一點 補髮的部分 切東西或是看東西 就是可能要花點力氣 你會畫點角度去看那個東西 剛剛在走頭踢的話會感覺到特別猴 對 剛剛走下來不可能踢到桌子 你是招牌蛋捲嗎 這隻都沒反應 因為原本沒有想到說聽不到聲音什麼不方便 可能例如說自己化妝室 我們可能就講到指手右手邊 講很簡單的一句話 但是我真的聽不到的時候 我這細微的東西真的是沒辦法 直接讓那個這樣子的人感受到 以後面對客人的話 我想我應該會比較知道說 他們可能需要哪些幫助 那詢問的方式跟詢問的幫助的方式 也會因為平常我們自己去設想 跟我們實際跟老老師聊天之後 去得到的訊息會臉不太一樣 我覺得這方面我們就可以做很多的改善 我覺得很沒有注意到的一些小細節的部分 我們更能夠明顯的感覺到 好像不是我們只看到眼下這樣 就是不方便經 他們很多很多附加的不一樣 他們會造成他們不變的東西 鼓勵業者然後去投入 然後也希望我們去參與跟學習 然後後來就是在這一塊裡面呢 我們的夥伴就是一樣就跟他們共同的去體驗 對於這些障礙的朋友來講 他們會覺得說其實我們的光環不一樣了 因為我們更能夠體驗他們的感受 這樣的互動一下 他就會產生信任出來 我們自己終究也會變老 所以我們當然也希望說 以後到有需要的時候 也可以到友善的餐廳去用餐 所以我們就先這個以身作則 把自己的餐廳先變得友善 第一個我會注意他可不可以讓我進來 有沒有階梯 然後他的斜坡會不會很陡 這時候我又要特別注意 我的輪影可不可以進得去 當然如果要用餐舒服的話 洗手間是很重要的一環 那你要一個餐廳或一個店家 他要能夠面面俱到確實也不容易 但是我覺得他一定要能夠突破 最基本的那些門檻 這樣子的一個參與是很好的 因為我們有更多不同障礙別的一些 input 所以他對於使用者的觀點 或是說讓這些餐廳 他們可以更了解說 對於各種不同障礙別的時候 他們可以提供哪些不同的服務 會更貼近消費者 更貼近身心障礙族群甚至是引髮族 業者要做的時候 如果自己沒有把握 最好請一個使用者 或是這方面的專家來協助 就是說你來幫我看一下 很多人都有做啊 業者也有做啊 但是如果說沒有做到位 沒有做到位你等於是白做 在制定這個設計規範的時候 我們已經要經過什麼 那個一個研究 那人就是人因工學的研究 比如說我們的手有多長 國人的平均手多長 平均身高多少 這個都已經研究過以後 才會定出來說我們這個尺寸 大家都很想要出去玩 那是不是應該要有一些人 如果知道哪邊是方便的 結果他剛好遇到的 那你就跑來告訴我們 那我們做個紀錄什麼之類的 這樣我們就可以收集到資料 現在不但有人在做了 而且他們還用了最新科技 用APP在做 感覺上我當初的夢想 現在不但有人在實踐 而且他的速度是加倍的 更快的 他們可以透過他們的圖文方式 去分享另外一種角度的 實際進來IP網 會讓IP網的資訊內容 更豐富更多元 那同時我們也會加上一些 比較具有指標性的 標籤在這些餐廳上面 可以讓更多有需求的用戶 可以透過很快速的方式 立刻查找到情報 台北市政府這一次 所提出來的友善餐廳的標章認證 遠遠超過了聯合國所要求的 無障礙 它是以友善的概念 友善更高於無障礙 整個台灣社會走向高齡化 少子化 已經是不可挽回的趨勢 那麼2020年之後 台灣可能有20%的 約束非常老年 那麼小孩子有少 所以老年人跟年輕人的比例的差距 使得社會老化更快 他們所提供出來的這些 社會的改善設施 必須要花一筆相當的費用 這些費用 一定要業者自己心甘情願 可能就像 你如果說你引用了一個 引進了一個這樣子的 身體不方便的長輩 或者是身上朋友來的用餐 他不會單獨一個人來 他可能一來就是 兩三個人陪伴他來 所以相對在你面對的 這樣子的客人上門的過程當中 你的營業就可以增加 我一直覺得台北是一個 很美很棒的地方 它不只是因為它有101 有松菸有成品 更棒的是在這個城市裡 好像什麼事都會發生 因為每個人都可以是 這個城市的設計師 不管你可以看到我們的身上朋友 我們的店家 我們今年提出了好多好多的 友善的服務 友善的設計 他不是一直因為我們是設計師 而是我們都是住在這個城市的市 因為民以食為天 所以我們從吃 從餐廳開始 那在到達餐廳的時候 我們需要交通工具 所以我們可能要搭捷運或是公車 所以以後我們需要一個 友善交通系統 再來呢 我們可能會到別的城市去遊玩 所以我們會需要友善飯店 那再來因為我們要連接一些景點 所以會需要友善旅遊 那最後就是一整個友善城市 以及整個友善城市網 友善互聯網 東南亞友善城市的一個連結 我覺得這是我們的願景 友善餐廳的下一步 我想當然它是一個 我們對於這個社會的承諾 它只要開始了 就沒有辦法停下來 我們都希望能夠在台灣的台北 作為一個實驗性的場域 我們從台北開始 逐步的把它做得深 做得廣 做得扎實 各位知道 法國人有米其林 但是將來全世界就可以知道 友善的米其林 那我們就要看台灣的 那這是我們對自己的期許 也很需要大家 能夠持續的幫助我們 要請問一下 什麼東西 發展 做的 可以 做得到 很快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